蓝天山景配上一片云海超壮观 南横公路中断近13年 5月1号通车后吸引不少游客超胜 现在却传出有人疑似拿洽工通行证耍特权 原来嘉义领馆处同仁 23号下午5点多 一共两车9人 已经超过管制时间 却还在哑口开心拍照 保存人员劝导请他们离开 但这群人疑似仗着持有洽工通行证 假装没听到让人质疑 是把洽工变成观光了吗 还是拿了洽工通行证就能耍特权 经公路局的保全公司劝离 然后并没有离开 如果疏失的话 我们会进行益处 拿洽工通行证却变成像是南横观光团出游 这两车9人恐怕都得遭到惩处 镜头一转让游客很傻眼的还有着 和欢山武岭标示牌被贴了满满满的贴纸 像是另类的到此一游 游客傻眼直呼没有功德心 他就没有考量到大众的环境 他就把自己这里当作是他的家的感觉 当然是啊 怎么说呢 破坏环境啊 贴纸贴满标示牌 清洁人员清不完上面还留有刚清掉贴纸的痕迹 网友看了也说是不是不知道功德心为何 爱演到极点赶快自己出来自首上山清除 贴成这样真的很丢脸 不管是拿洽工通行证当观光团 或是好好的标示牌被贴纸贴满满 任谁看了都观感不好 记者赖冠章后国文曾伟祥台南嘉义南投综合报道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费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就能够享受